5月6号,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,立夏。 立夏时节,中国大部分地区温度迅速上升,标志着季节转换,盛夏即将拉开帷幕。 许多人在夏日来临之际都会想要健身甩掉坠肉, 但其实自古以来,民间流传着一个习俗,就是在立夏这一天称体重厌肥瘦。 为什么会立夏进行称人呢? 因为过去有个住夏的一个,因为到夏天来了,热,热的话大家不太想吃饭,就是食欲不振。 可能到了立秋天气好转的时候,这一段时间就叫苦夏,这段时间是比较难受的,难熬的。 我争取平稳的度夏,争取体重没有大的下降。 中国人在比较忌讳称人,过去说在乡村里头,主要是称牲口的。 立夏立秋这一天来称人,这个不光是没有这个侮辱性,反而是有吉祥一意。 对于现代人来说,立夏只是节气之一,但在古代,立夏是备受重视的盛大节日。 这一天,人们会举行迎下仪式,还会结伴出游,进行各类民俗活动。 民间就比如说有吃立夏饭,其实就是立夏这一天做一顿有特别意涵的一顿饭,或者是约一些朋友,然后上上去做野饭。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叫野炊,不有挂蛋嘛,立夏有挂蛋,还有豆蛋,大家相互拿出来蛋来这种展示,或者是可以豆蛋,就是拿蛋家对蛋家相互看谁的蛋家硬。 春去下来,万物生长,这个时节许多农作物印记上市,因此立夏还是一个吃的节气。 立夏呢,其实三星啊,三仙啊,就是都是指的是新鲜上市的,很实灵的物场。 那么其实呢,各地方啊,都有这个不同的三种物场,像南方的青梅啊,樱桃啊,就比如说黄瓜呀,它这个时候也都长上来了,都可以吃了。 然后还有河三仙,就是河里生长的,这个鱼类,那也是很,就是很鲜美,很有特色的。 所以这个三仙呢,不同地区是不同的。 你在享受这些新鲜的物产的时候,它心情是高兴的,对身心健康是有益的。 古人有一句谚语形容立夏时节,春蒸日夏蒸时,专家表示,这不仅是形容农耕时的蒸分夺秒,也是提示人们要珍惜当下。 它是体现了农业领域的这个蒸日和蒸时体现了这个农室生长,它也是体现了就是说,我们说光阴宝贵。 这么好的就是季节是稍重即逝,高高兴庆的去迎接夏天,让你对未来充满了期待,让你对现在能够很有知有味的生活。